就是有時候其實是要跟 就是那種就是所謂 沒有那麼多關注的時刻 就是想出的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我只會唱英文歌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也受到很多質疑說就是 因為畢竟我不是像 大家想像中的那種歌手 就聲音也比較特別 也比較不一樣 然後也不是帥哥 也不是美女這樣子 很多人就是質疑說 小胖紅得過就是三天嗎 紅得過一個月嗎 紅得過一年嗎 三年嗎 可是就真的是經歷了 就關關難過 關關過 當然那有高低潮 可是我覺得 我在這十年交出的 蠻漂亮的成績 但因為在每一個時期 我覺得都有一些就是 值得拿出來回憶的過程 包括電影 然後後來又去了中國好聲音 又去了日本棺巴比賽中 然後其實到每一個地方 我覺得成績都還不錯 然後也真的很慶幸 有很多人的 很多貴人的幫助跟支持 然後讓我 有這麼多可以拿出來說嘴的東西 對啊 然後 後來也就是 有一段時間離開經紀公司 然後自己也嘗試做 獨立做了自己一張EP 然後其實裡面有一些 我自己覺得蠻驕傲的作品 所以這些 所有歌在這次的演唱會上面 都會一一的呈現 就真的帶大家走 我這十年到底在幹什麼 讓大家好好的回味一下 其實不斷的輪迴啊 就是 因為你其實 其實大家對你關注度最高的時候 就是當然是你有新的作品 然後或者是你去了某些就是 厲害的節目 然後有一些就是聲音的時候 大家會最關注你 可是 畢竟 就是 人的一生就是 其實是 需要平衡的 你也 我也說就是 你不可能就是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高潮的狀態 不然的話就是 你也會累死 所以說就是 有時候其實是要跟 就是那種就是所謂 沒有那麼多關注的時刻 就是相處的 就是那個時候其實是你可以 很好 就是靜下心來 就是思考你的創作 你的音樂 之前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就是快要離開 前經紀公司 那個時候有一段尷尬 就是 公司也不好幫你接工作 我自己還不能接工作 那那段時間就 沒有太多的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到底要幹嗎 後來就是 自己 給自己找麻煩 自己找試做 就是那段時間 我大概花了一年的時間 去學日文 對 是那時候 對 是那時候 因為就是沒有太多的 就是 就是新的作品 因為那時候 跟公司的合約快結束 大概最後兩年 就是 他也很難去投資你 就是做太多 太多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可以做什麼 然後我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 真的從日本剛回來 然後 反應也都蠻好的 所以那個時候 也有很多日本粉絲 就是用日文跟我 就是 聊天 對 打氣 然後我就很想要跟他們交流 我們是有一點 的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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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我也是 每次都要做 如果現在 我還是會做 我還是會做 我還是會做